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聊聊Jaguar XJ40这款车 好,我相信各位应该会觉得有点confused吧 之前不是已经聊过两集 我们把这个XJ40这款经典的老Jaguar 这个前期跟后期都好好的介绍了 甚至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个XJ12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到底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没办法,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XJ40这款车了 我对它做的研究相当的多了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讲 这个车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那个勇气买一台回家来玩 毕竟我说过了,我玩车的美学就是logo里面有动物的 我尽量不碰了 所以像Jaguar、法拉利亚、Lamborghini、Aquadomeo 这个我是不敢碰的了 那我们今天到底XJ40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坦白说了,这个车子真的要讲 还有好几集可以讲 因为我还真的为了这个车 当初去香港买了一本专书在介绍这台车 不过我们今天倒也不是跟各位讲这些生硬的东西 我们还是来讲讲 当年台湾的这个XJ40有趣的事情 慢着 各位一定会觉得不大对劲 那怎么上一次跟上上次都已经讲了XJ40 那XJ40这个车还有什么好讲呢 有的,其实在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买下的一个伏笔是什么呢 在XJ40的年代,其实因为台湾的景气非常的好 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平行输入的版本了 出现了水货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当年Jaguar水货的事情 其实呢,Jaguar这个车子一直以来在台湾的市占都不算是很高了 尤其呢,早年那个时候这个车子品质不大好嘛 我们上次跟各位讲 早年在买Jaguar就说 这个车子要买两台 一台呢,拿来开,一台拿去修 那我们后来衍生出要拿三台 为什么呢 多一台拿去拆零件 因为它零件带掉的时间也很久 那么一直到这个80年的后期呢 那个台湾的Jaguar怎么慢慢被三信 这间总代理给卖起来 不过啦,三信它也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在XJ40推出了之后 三信果然是大卖特卖了 上次有跟各位讲嘛 在1986年的时候呢 三信一整年呢 卖了才这个不到100台 那么在1987年呢 这个XJ40一发表呢 哇,这个马上接单啊 超过200台 甚至后来呢 三信还在报纸上面登广告说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们1987年的配合之后 120台啊 大家请耐心等待啊 好啦,你这种代理商都这么讲了 是不是 这个车既然这么受欢迎 那当然就会有平均输入的 这些竞争对手出现了 那个时候呢,很好玩 在后来这个甚至出现的不止一间啊 而且往昔我们听到的这个平均输入呢 大概都是一两间这样单打独斗嘛 这个Jagra当年在台湾全盛时期呢 这个水货啊 平均输入的通路竟然有两个啊 哦,跟这个当年的Benz BMW真是有一拼了哦 它其中一个呢叫做这个博通系统啊哦 那博通系统它又叫做皇家捷报 它这个系统呢 它相对的比较低调一点啊哦 它基本上大概是在 AXJ40的比较后期来才出现了哦 那么这个博通这个系统呢 它当时它轰动的是什么呢 它跟银行去搞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低利贷款啊哦 它主打是这个后期的这个AXJ3.2S的这个运动版哦 那么它就标榜说呢 我的低利贷款呢 是5.16% 5.16% 那也有一说是5.76% 反正就是低于6%了 那各位会听到说啊 5% 6% 那不是很贵吗 各位啊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哦 我们银行邮局的定存的那个利率都是超过10%啊 哦 所以汽车贷款在那个时候利率肯定会比存款利率来的高嘛 那时候的这个汽车贷款啊 随便一贷大概都是13%到15% 甚至呢在那个年代还有所谓的这个退投单的这种行情啦 什么叫退投单呢 就是说这个汽车的销售业务 如果去卖了一台进口车也好 或是这个本地生产车子也好 那么让消费者去办贷款 消费者必须要分期要去开这个 比方说分一年的话那要开12张本票嘛 根据你的贷款机的开12张本票 那么第一张本票呢 通常就是给这个业务的奖金 这个叫做退投单啊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当初那个时候博通他搞了这个5%的这个第一贷款 哇那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所以呢这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呢 哇马上轰动 后来他又追加了30台了 而且配备相当的不错了 配了什么跑车悬吊啦 透极针笔座椅啦 DAMLR这个鹰眼核桃木四板啊 什么有点没的 而且呢 你不要小看这个锦销体系哦 他虽然是平均输入 不过他全城时期博通的时候 全城时期他有9间的经销商哦 也就是加博通本身的全台湾有10间的经销商 那后来呢 博通这些经销体系的转成所谓的爆竹捷报啦 在大概在X308的时代就大概90年后期 他还是存在的 而且到爆竹的时候扩廊到10间啦 加上爆竹本身就是11间哦 相当的厉害 不过呢 这个比较起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通路就比这个博通 我觉得就更厉害了哦 叫做什么 叫做全美机架 如果各位你在南部地区活动的话 你应该会看过这个车的车身的logo 他就写个全美机架四个字清汤挂面哦 那全美机架这个东西他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来 首先第一个全美机架他总部在台南 而且后来他还开了这个台北分公司呢 跟这个高雄分公司哦 那么全省时期呢 全省还有7间的这个协力的经销商了哦 也就是说他全省加起来也是10间啊 蛮厉害的 那一开始的全美机架呢 算是这个比较安静的坐啦哦 这个慢慢坐 一直到呢 这个XJ3.2S哦 这款车出来的时候 全美机架也把握这个机会了 开始大名大放了 也就是说大概在1994年的时候 全美机架开始全面浮出了水面了哦 一开始呢 是在这个1月的时候呢 推出了所谓促销 就是说你只要买车呢 就送你Arpina原厂的 Appline的 不是Arpina Appline的原厂CD 还有一个原厂的精品啊哦 那么到了这个3月的时候 就发表了3.2的这个爵士啊哦 就是这个XJ3.2 那6月1号的时候又发表了这个3.2S哦 他又分标准版跟豪华版 也就是说呢 代理商只进了这个XJ3.2Sport的单一车型 那么在全美机架呢 他又进了这个豪华版哦 那配备当然就更好 而且他标榜就是什么呢 嘿嘿我比代理商便宜 比方说他的入门版标准版呢 222万台币 那当时呢总代理报的是242万台币了哦 而且全美机架他标榜说我可以选配这个后桌水平啊 原厂密码防盗了哦 那么在上去的这个3.2S的豪华版呢 那配备就更多了 而且这个总代理没有进那他的价格呢 也比总代理的便宜点哦 238万哦 那么再来就是他的其他的车型呢 他也是有引进啊 比方说Sovereen 3.2啦 这个4.0的Vendham Plus哦 都比总代理的价格来的便宜 而且大概都便宜了一场啊 非常的吸引人 那各位听到这边会觉得很奇怪哦 Vendham Plus这个车子不是美国专属的吗 怎么总代理有进呢 哎没有错 那个时候总代理啊 被这个水货打的是乱七八糟了 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像这个十神里面的薛家验讲的嘛 还不像跑步用 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吗 那我也来学哦 所以总代理呢 在XJ40的后期呢 也去搞了这个美规的Vendham Plus哦 那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搞不太清楚 Vendham Plus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哦 各位你不会听过说有什么 Jaguar的Demler的美规版本 为什么 因为Demler这个这个logo在汽车界 在北美汽车界 是由另外一个Demler家族所持有的 换句话说 Jaguar Demler这个logo是不能在北美那边卖车的 那Jaguar他做的反应就非常简单 那我就改名叫做Vendham Plus嘛哦 所以呢你可以把美规的Vendham Plus 就当做这个Jaguar的Demler同样的去看待了哦 那理论上这个美规的车子的好处就是呢 它的价格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美金的报价 毕竟比英镑的报价来的便宜啦 因为美元的汇率没有那么的强嘛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 水货商呢就很喜欢去进啊 这个美规的Vendham Plus 去跟这个代理商的Demler去对打 但是代理商后来也受不了 那没关系嘛 你玩我也玩啊 我也来进Vendham Plus 不过呢这个水货商当然也很聪明嘛 你跟着进没关系嘛 我卖的比你便宜 甚至呢我还卖你没有卖的东西 比方说呢 这个全美机架呢 他除了跟代理商一样卖这个什么Suffering 3.2啦4.0的Vendham Plus啦XJ6 4.0 然后卖的比代理商价格便宜以外呢 他还进了两个很 还进了两个很神奇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哦 他进了10台Demler 3.2 我们之前讲哦 这个总代理进的Demler 都是4.0的哦 这个顶规的版本 那这个全美机架为了跟总代理玩 反正我知道Demler的配备比较好嘛 对不对 那我进了3.2的Demler的版本呢 我价格压到300万以内 我跟你竞争 不过啦他也很保守啦 这个只进了大概10台而已 另外一个是这个全美机架 他进的应该是全台湾唯一台 但是这台车子我没有亲眼看过 号称是全台湾唯一台的长轴的XJ40 我们了解 在XJ40的年代 基本上原厂是没有推出加长版本 原厂推出加长版本 是要到他的下一代X300 才有所谓的长轴的这个加长的版本 那么在XJ40呢 其实原厂真的有推出过长轴的版本 并且把他命名叫做Majestic 这个车子非常的稀有 因为他真的是很贵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Majestic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是在1992年的10月发表的 一开始他只针对英国市场 那么呢他是做后加长 就是引擎式的加长 就是说这个后门比较长 加长了12.5公分 那所以呢想当然了 他的后门板件啦 他的后窗啦 这个后电动窗什么的 都是另外在开模了 甚至因为他线条的改变哦 他连后挡弯玻璃都跟一般版的 这个XJ40是不一样的 那蛮好玩的是哦 通常这种后面加长 呃 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说长轴的版本啦哦 应该都是原厂自己做的嘛 可是呢 基于这个生产成本考量哦 Majestic这个车子 是交给同样在Coventry的一间外厂 叫做Project Aerospace 负责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他弄完加长之后 再送回这个Jaguar的这个SVO 特殊车部门去完成了 所以呢 这个车子 其实你还是可以定义 它是一个原厂的加长型的车子 只是他中间有外厂的身影这样子 那因为他的售价很高啊 所以一开始呢 他并没有针对北美市场去推出了 基本上就是针对英国市场 那后来有做一些少数的短轴 不是短轴 这个佐驾的版本 那我们这边拿到的数据呢 这个Majestic这个车子有3.2 有4.0跟6.0这三种版本啊 那价格大概都是比一般版的贵了一成到三成左右 这不一定啦 因为它是长轴的版本嘛 那我们看到的数据是 4.0的Majestic在92年有卖了一台了 那么9394年跟92年加起来总共有121台 那其中还有 这个后面还有6.0 总共6.0还有50台了 那至于3.2的这个Majestic有几台呢 这个我没有查到这个数据啊 那值得一提的是哦 虽然Majestic不是针对北美市场所推出的哦 可是很好玩哦 其实北美市场在1989年到1992年 也就是XJ40小改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款衍生的版本叫做Ventem Plus的这个Majestic 但是它是短轴的 其实我也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这种长轴的车子反而没有针对北美去推出 就好像那个Volvo的S90的长轴版Roya 它就没有北美的版本哦 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Majestic呢 就透过全美机甲进了台湾唯一一台哦 4.0的报价是415万哦 我是非常贵啊 因为这个比起这个代理商的这个啊 这个Demler 4.0呢 还要再贵很多了哦 报价跑到400多万 那全美机甲当时它也标榜说 它有引进这个XJS跟XJSC长篷了哦 不过这边我们是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报价 但是我相信啊 因为这个XJS跟XJSC哦 这个车子总代理也是爱卖不卖的 这车子修量很低啊 尤其在90年代的时候 XJS都已经几岁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水货上它要卖就让它去卖吧 随便吧 而且我在路上也真的是有看过有正牌的XJSC的这个敞篷车啦哦 所以我也不排除就是当初这个全美机甲它卖的哦 那全美机甲跟我们刚刚讲的博通也好 爆竹也好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嚣张呢 主要还是啦哦 当年的这个三星真的很可怜啊 当年三星呢 一方面原厂的配额给的不是很够了 二方面呢 它在全省时期在全省 嘿嘿不好意思 就是台北台中跟高雄三个地方而已 那市场既然那么大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它1987年 它说这个全省有120台的配额 那像分一分是不是一个包装厂要容纳40台 其实对三星来讲哦 它的位容量没有那么大啦 坦白说啦 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水货商 它反而它的规模更大 而且还一口气跑出来两个系统啊 哇这个真的是让人家傻眼啊 所以呢 这个像我们当年在台南的时候呢 我们路上真的是蛮常看到这个XJ40后面贴这个全美机甲这四个字啦 那么讲到这里呢 顺便再跟大家闲聊一下 其实XJ40这个车子我讲过了 这个车子我是又爱又恨啊 因为这个车子真的很漂亮 内装很舒服啊 但是仰起来真的是很恐怖 因为它的零件非常的贵 到底零件贵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正好我平常在保养车的地方呢 那边就有一台全美机甲当年卖的 这个XJ6的Vendam Plus 顶级的车型了 那这个车子开到现在大概也30年了 所以呢这个该坏了一些耗材什么 陆陆续出现了 那根据我们保养厂呢 去帮它去钓零件呢 哎呀跟各位讲有多恐怖啊 这个刹车的总泵啊 这个7万2台币 这个我之前我手上养过最贵的哦 是这个WV40 S500 刹车总泵呢 我问到这个28000到33000不等 我都已经花不下去了 这个XJ40的这个DAML等级呢 要7万2 那么有一次呢 这位仁兄也很倒霉 他的车子不小心被人家追撞了 那么追撞的时候呢 这个后保杆就断了嘛 就破坏掉了 那么这个对方就说 哎没关系 呃 反正我有权钱 呃 你去这个买新的 没关系 好我们去帮他问新的哦 这个XJ40它的保杆呢 是分成三段的 中间跟左边右边 三段加起来多少钱呢 总共13万8 而且要从英国原装进口 哇 这个价格真是吓死人了哦 不得了哦 所以呢 光是你看 这两个耗材就要人命了 你说其他什么空绿啦 其他什么一些耗材什么的哦 又贵 而且又难取得 但是这个车呢 我偶尔也偷偷给他做进去 闻一下那个味道啊 真的是非常的香啊 非常的甜美 也难怪真的开这个车子会上瘾了哦 这是不得了 尤其他那个又是所谓的DAMLER DAMLER就是VANEMPLUS等于DAMLER了哦 他有后座的圆木的餐桌 而且他的皮椅非常的舒服 是顶级的皮椅 据说啦一台DAMLER要用到六头牛的这个小牛皮的皮椅啦哦 那另外是说我也去研究过了一下哦 DAMLER也好 VANEMPLUS也好 他在这个后座的中央的部分呢 他这个中央隆起的地方也有核桃木 但是呢 根据我之前在肉厂上面拆了这个核桃木发现了 这桃木是假的 他其他地方好像那个餐桌啦 这个饰板那个核桃木都是真的 唯独这块是假的 后来我也了解为什么它是假的 因为这一块呢温度非常高 你用真的的话很容易裂开了哦 那视觉效果就不大好了 所以看来看去DAMLER跟VANEMPLUS用了假木头 大概只有这个后座中央隆起这个部分呢 是假的木头啊 其他都是真的 那视觉效果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棒啦哦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继续闲聊哦 当年台湾水货Jaguar 那顺便介绍了一下这个VAN 这个Majestic这台车神奇的地方了哦 那我也不清楚到底全美机架后来这台VAN 这台Majestic到底卖到什么地方 现在是否还健在了哦 如果各位有幸看到的话呢 恭喜你 你看到了唯一一台啊 包括我们上次讲的 就台湾有唯一台这个Jaguar XJ12的这个XJ40的车型 那么另外呢就是全美机架当年引进了这个4.0的Majestic 也是只有一台非常的稀有 好以上呢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咯拜拜